大家好,我是小高姐 今天我們來做香蕉麵包 給大家介紹一個小技巧 熟的香蕉三根 用叉子搗碎 加入融化的無鹽黃油 等一等,留一點不要一下子倒完了 黃油不需要打發 這個是用泡打粉作為發泡劑的蛋糕 加入紅糖 紅糖也留一點 打入兩個雞蛋 放入乾性材料 中筋麵粉 鹽 小蘇打 和泡打粉 粗略攪拌一下 大概看不到乾粉就行 鹽 小蘇打 和泡打粉 來一點畢根果 用核桃也可以 用刀粗略的過一下 上面大一點的果仁也留一些 稍微把果仁攪拌均勻 這是一個吐司盒 因為這個邊緣比較高一點 下面有三個眼 我放一張紙把它蓋住 倒入面糊 然後把剛才留下來的果仁撒上去 用刮刀把果仁壓到麵糊裡 烤的時候有麵糊唯一拖 它不容易烤糊 灑上剛才留下來的紅糖 最後把碗裡留下來的黃油倒上去 烤的時間比較長 用鋁箔紙把它蓋住 第一,它可以防止果仁烤糊 第二,香蕉麵包也不容易烤得太乾 一個小時後去掉鋁箔紙 這個時候你發現它已經長高一倍了 再烤10-15分鐘 就可以出爐了 放涼後,密封室溫保存 第二天來切它 其實跟中式點心一樣 它也有一個回油的過程 它會變得更軟一點 其實不管你用什麼樣的配方 你不需要額外添加食材 留幾個材料放在上面 烤出來不僅僅是樣子好看 更主要的是 你給蛋糕增加了一個口味上的層次對比 你吃的時候 有一口淡的 然後吃到一口甜的 可以更好地體會到它的甜美 如果每一口都是甜的 你吃兩口 你的味覺就習慣那個甜度了 簡單的配方 小小的一個技巧 你的香蕉麵包就脫穎而出了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小高姐 我們下集再見